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日前發表分析指 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,香港的人權急劇倒退 特區政府反駁是偏頗抹黑,表示強烈憤慨和反對 特區政府表示堅決落實一國兩制 依法保障在港生活,經商合法權益,決心不變 日再重申,反對外國議會就特區事務作出任何形式干預 委員會的分析指,27個國家關注《國安法》索約香港的高度自治 包括美國在內,已經有9個國家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分析又提到法例實施之後發生的連串相關事件 包括搜查壹傳媒大樓,警方拘捕周田、周庭和12個港人在鹽田被拘留的事件等等